看過沒問題三班了對不對 我看過了 你有哭嗎 有耶 偷偷的哭 哎呦 在我哭的過程我聽到很多那種 都會聽到很多那種 拆衛生紙的聲音有沒有 是 有幾幕真的是很 我覺得強忍不哭其實也很難 可是我不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一定要進去看 現在剛剛已經說了很多了 對我在這邊我特別要謝謝一五先生 在這個時機 特別是我們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 然後媒體現場有點亂的世界 還給我們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希望 然後再感受到自己存在這個世界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一首歌叫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 其實有一點點同樣的意思 就是告訴大家說 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獨特 而且有原因的 所以不要想要看自己的獨特性這樣 所以我看那個電影我就有感動到 今天好像你是帶了一個小小的禮物 要送給我們的一五先生 其實也是送給這部電影的 是 因為其實光良大家都非常認識他 對他來說對他非常熟悉了 他的歌聲其實也是屬於療癒系的 今天呢你就要帶來這首歌曲的首唱 是你的新歌 也是這個電影的中文主題曲 對是我的新歌 而且我第一次首唱 對 第一次當然就是首唱 你幹嘛講兩次 我很怕 有時候心裡不知覺的感到寂寞 而其實世界對每個人都像那種 那些路自己走 那些路身邊有朋友 問不清那究竟是像什麼樣的夢 黑皮的讓人沒有相信那種動 不是那麼熟悉說 對你有這麼的歌手 啦啦啦 至少你都會變成空洞 才知道長大後自己都懷念 消失後 對自己一放心 那青春也忘記 那一種有多少傷痛被吸引 要自己 那些路身邊忘記 有些為何生命傳出的萬美的氣 我忘了千次萬次 有了 我沒有感動 今回 Muchelさんが この映画の宣伝台長を務めてくださることになったって聞いて 日本で YouTubeで Muchelさんの歌を聴いてきたんですね それですごい感動して 今日生で歌声を聴けるって 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YouTubeを通じて聴くよりも 他表情好多喔 再来台湾之前呢 听说光良要担任没问题三班的台湾宣传大使 然后就先在YouTube上面去听了光良的歌 那个时候觉得好好听好感动 然后没想到在现场还是听现场的最感动 谢谢谢谢 你听音乐也觉得不错吗 希望能够透过光良的歌声还有乙武先生的书也好 电影也好能够把大丈夫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走过去没问题的这个观念呢 一直能够延续下去